马德中三年后重返TVB当男一,参演跳跃生命线放炮灰弹波 自从TVB去年年中再次开设星期日晚包剧时段后,除了第一波播出的《太过界》反映良好之外,其后紧接播出的剧集例如《幸在友情及杂境奇兵》,外界的反映都是麻麻 而刚播出的《三个女人一个音》的收视虽然有上升,但大家都还是不太寄予厚望 今日就有只接触播出的就有跳跃生命线 该剧除了有流配乐作女一,男主角更是相隔三年再度重返TVB的马德中参演 不少网友都画好可惜,马神难得反TVB拍剧,竟然会遇着星期日被外界穿围的炮灰弹 而今次剧集监制就是负负降魔的的方俊昭 他问时被问到是否接住三个女人一个音后播出 他就表示,未收到消息几时播,星期日播那个消息气甲凯 提到难得马神拍剧 是否都希望可以放饭在星期一至五的黄金时段播放 方俊昭一强调,都系要等公司安排 喊我当然希望可以系一至五播 头埋最好系今年内 始终时装聚摆太耐,也就多都无好 在早前一牛只动人的时光将同样在星期日晚播出 但现在就安排在下月16日逢星期一至五播出 进阶过栏中的江湖大扫播放 剧中有袁瑞豪同金解释后唐诗勇,大家不用那么失望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